在我国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有一个很特殊的少数民族,他们有百种人的肤色,说着伊朗语,然而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,因为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两千多年,他们就是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塔吉克族,目前仅有五万多人,塔吉克这个词是突厥人起的。 十一世纪时期,突厥由穆部落抵达中亚地区,将说着伊朗语,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之为塔吉克,这个名字就沿用至今,早在两千多年的汉朝,塔吉克人的祖先,就和汉人有了频繁的交流,并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。 张千通西域之后,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,和汉族接触得更加密切。汉朝走出了丝绸之路之后,刺激了塔吉克族的经济,因为塔吉克族所在的帕米尔高原,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。 在帕米尔高原上,东西文化不断碰撞,到了公元三世纪初,塔吉克族的祖先,建立起了切盘陀国,以为山路之国。 在切盘陀国,东西方的商人都可以在这交易,它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便捷的桥梁。 南北朝时期是切盘陀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,据史料记载,切盘陀国的都城周围约有三十里,还环绕着十二座城堡。 当时受到南北朝的影响,切盘陀国也兴起信奉佛教的热潮,全国有十多座寺庙,僧侣多达五百余人,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国度,这比例已经很高了。 然而到了唐朝年间,由于土藩强势崛起,切盘陀国就被土藩给吞并了,此后塔吉克族人也开始没落了,他们选择到了偏僻的地区放牧,并在偏级的土地上进行耕种,可是他们却有着世代守护着边疆的传统。 塔吉克族的国家被灭后,他们经常遭到附近国家军队的侵扰,所以塔吉克族人人都是战士,必要时就会拿起武器,守卫自己家园的安危。 18世纪,浩瀚汉国联合多个国家,侵扰帕米尔色勒库尔地区,为了抵御外敌,塔吉克族奋起反抗,他们的首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,他的事迹后来被憋写到诗歌当中,塔吉克人民至今还在传唱,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英雄,可光靠塔吉克民族微弱的力量,自然是无法抵抗得过浩瀚汉国。 最终塞勒库尔地区被侵占,塔吉克人民再次流离失所,逃亡了更加偏僻的地方生存,左宗棠收复新疆时,塔吉克人民积极帮助清军,最终收复了塞勒库尔地区,塔吉克族人再次回到故土生存。 在这之后,沙俄不断入侵边境,塔吉克人民一直在顽强地抵抗沙俄士兵,他们还成立民间游击队,长期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。 正是有塔吉克人民的努力,我们边疆才不至于被列强任意瓜分。 从此,塔吉克族就在边境附近放牧,并担任边防的重任,然而边境交通不便,加上自然环境恶劣,塔吉克族人大多数人都很贫穷。 新中国建立后,那些贫穷的百姓才分配到了牛羊,可无论多么艰难,他们一直都在坚守脚下的土地,即使到了现在,塔吉克族人仍旧很喜欢参军,镇守着我国的边防,他们就像一只只熊鹰,比喻一切入侵之敌。